這次居屋的單位 就是7000多個單位 相信是一個非常大的供應量 但是很可惜的是 我們見到一些單身人士的配額 都始終都是欠缺的 所以我們都希望在未來的時間 如果可以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們鑽石山 未來推出的居屋 其實單位數量相對都是比較少的 我們如果可以在一些市區的位置 在九龍的位置可以有更加多的居屋的數量推出 我覺得會更加是鐵切我們市場 以下我們市民的需要 林偉真是都很深水清 看到我們鑽石山只有900多個單位 如果是分配 按照他的選擇次序 長者和重建物都幾乎拿了 換句話說 很多的公屋居民 你想選在九龍市區的單位金鋪來講 就機會很低了 但是你不用怕 在二三年左右也有一些 是市區的居屋盤就會推出的 當然是為你覺得很正確的 以後我們希望爭取在重建各方面上面 多些興建一些的居屋盤 或者我們公安聯會都提及 和市區重建局防委會防協 可不可以舊區重建上面推出這些資助性防屋 這個解決這個問題的 你認為這個建議上面你有甚麼看法 我們是絕對歡迎的 因為這些在市區上面可以在多些居屋之外 除了剛才說文先生提及 除了令到我們重建的 我們獨居的長者可以有一個更加接近的區域 可以去搬遷過去之餘 亦都是去擴大了我們自己普通的 我們公屋的居民 我們發表的居民的一個選擇 我們希望在這個時間 希望防協會可以更加發展多一些 我們這些公司客人也好 甚至乎我們自己市建局 重建局自己去發展的一些項目 是令到我們的價錢 或者我們選址 是更加是結合我們自己市民的需要 林偉的確是我們公公聯會 在近年的青年財進 對公屋政策、舊區重建有一定的建地 所以我們覺得政府或政府部門 要用善用資源拆長鬆綁 將各個部門之間的原本的約束解除了之後 在舊區重建裏面 我們對房屋供應是一個很大的潛力 我們希望公公聯會將會和各位 和各界努力一起去做好這個工作 好了 今天我們講到這裡 拜拜 拜拜 拜拜